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跟马总见面了 当梦想照进现实 我经常说收他妈我 肯定没想过做互联网 当现实抵达梦想 大家都知道我才是跑龙套的 他们是如何经营自己的未来 很多人有了钱以后 离梦想越来越远 马云对话周星驰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点吓死吗 本来有一次早问的 是吧 乱了 梦想 从见到哪种 我今天晚上第一次都遥远 念一张看见 听见到不上 希望让我们有些时间 我们在其他人里想 会出了 和他分享 听见了吗 受不了 我们在其他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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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厉害啊魅力无穷 来另外一个魅力无穷的人 马上要跟各位打招呼了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是来看他的 跟我其实我只是跑个龙套而已 大家都知道我才是跑龙套的 小姐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套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 我真是期待借信业很久 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见他 见他的时候第一天刚看见的时候 觉得哟 看下来是我有希望 各自我们俩长得差不多高 我都一直看他是很高大的 刚才在想我们两个为什么会坐在一起 他是长得很好 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难看的样子 是吧 所有的电影上里面都弄得脏兮兮 所以我刚才在想见到他第一 他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是不是也是脏兮兮的 今天大大出汇了你的意料 真不错 今天跟马总就是第一切面对面 我非常紧张 但是马总刚刚也说了很多 对我有启发的事情 现在才知道马总除了是一个大企业家之外 他还是一个太极拳的高手中的高手 现场 是想看谁打太极 又在一起了 那你俩可以应大家的要求 来一个太极的功夫吗 推手 不讨论 怎么看 记得了吗 你不讨论 太棒了 马云和周星驰 两个素未谋面 但神娇已久的男人 他们早年有着相似的经历 无数次的打击和一次次的碰壁 贯穿了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 但是因为有梦想 让他们能够一路坚守 走向成功 做把紧张的表情来看看 就紧张来说呢 可以有好几种 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那种啊 儿子出事 老婆死了 儿子天才会叫爸爸 鸡鸡掌在头上 鸡醒 周里何彩 头奖 儿子死了 老婆醒了 喂 老婆醒了 没有了 一个人要是受了太大打击呢 就会进入精神观能的休克状态 不会再有反应了 其实你的梦想也曾经有过手措的时候啊 比如说当年你兴致勃勃的想要去考议员班 带着梁朝伟去 他考上了 你落选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对那你当时有没有悔恨的跺脚 说早知道不让梁朝伟来了 对对对 很后悔 后悔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应该约马总一起去 跟我去的人都不太有运气 你也有这种经历 我真的有三十几个工作去应聘 永远没成功过 五个人去考警察学校 四个录取我没录取 你去考警察 对啊 二十几个同学去参加去应聘肯德基 其他人都录取就我没录取 反正 习惯了 我们现在有两万多名同事 我的记忆里面 我从没看过任何人的简历 我的简历要递出去 那么多人拒绝了我 所以我从来也不看别人的简历 忽悠的人太多了 简历不等于 你念了个博士 只是有了一张学费而已 念了那么多年书 并不证明你能干什么 我觉得我喜欢的人是 他首先认为 我最喜欢的人是 他认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如果他说他多了不起 我兴趣不大 有这样的人不太会有钱 所以他去吧 梦想到底有多重要 他对一个人到底有什么费用 我不知道对别人也多重要 反正对我和我的同事 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很穷 但不能没有未来的想法 一个人可以七八天不吃饭 可以是天不喝水 但你不可能有一分钟是去希望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多点梦想 三天两都换没关系 我爸以前老是骂我 你怎么老是换梦想 我觉得我换梦想比那些 没梦想的要好一点 换梦想有新鲜感 脚步不能停留 因为梦想就在不远处 马云的公司阿里巴巴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那个为老爸所奚落的青涩空想家 如今真的把虚拟世界的交易 变成了真金白银 而从英雄本色中的龙套 到最近投资过亿的大片西游的导演 周星驰则是经历了54部影片的垂著 他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为万千观众 构筑出用梦想编织的光影幻境 如果神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说我爱你 如果我加了三个话期间 我希望是10,000年 所以说 影片大话西游 是最为观众熟知的周星驰作品之一 片中的经典台词 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而时隔18年后的2013年 周星驰将用影片西游 续写他的西游梦 然而 这部影片却留给周星驰 一个小小的遗憾 小姐要不要帮忙 要 怎么办 走开 好 去年有人跟我说过 说这个周星驰让你去 请你去参加一个电影 演孙悟空是吧 哦 我说 我 我 真找过我好几次 然后我跟他说 我荡气太满 哈哈 片酬又高 我觉得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我这个电影 是完美的 就有一个 遗憾就是 马总没有演孙悟空 这是唯一的缺点 我小时候的绰号就是孙悟空 哈哈 这个 所以我觉得 呦 那时候有人跟我谈的时候 我心里窒息 周星之早 但我估计下车 肯定是假的 我说我荡气太满 后来真实的时候 我特后悔 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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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估计就锁定 锁定了 锁定了马总了 一定要配 等会儿看他片酬 等会儿看他片酬 许多观众会因为你的演出而看影片 但你没有参与表演 而是作为导演幕后指导 那你认为这部戏 还有什么吸引观众的呢 其实呢 这没有我演 还是差了一点点 我觉得 你不演戏 去做导演或者制作 有一点可惜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不可惜啊 因为 第一就是现在 年纪大了 这时间也不多了 您指的时间不多 是什么意思 时间 时间真的不多了 快没有了 就好像你就做小一点 就 不是做小一点 其实是做 好一点 就好像你譬如说 只能再吃多一顿饭 你就挑 最好的来吃 是吗 垂垂扁扁的 你不吃啊 还不我 你不是说他病得很厉害 他是病得很厉害啊 要是病得很厉害 怎么还会有胃口吃鸡翅膀呢 你怎么回事啊 很简单 因为 因为 火烧吃 鸡翅膀我喜欢吃 但是你老牛说你快升天 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 如果现在不吃 以后没机会再吃 你真的快升天 我真的快升天 如果现在不吃 以后没机会再吃 那现在我时间也剩下没多少了 所以你要再拍电影的话呢 非得要拍最好的电影啊 要第一好才行 起码自己是有这个目标这样子 你们觉得自己一路走过来坚持过吗 什么时候是你最坚持的 坚持就是你失败了 然后再来 失败再来 再来这样子 对 那你觉得你在什么时间段上是失败了 然后再来过的 我就一直都在失败当中啊 是吧 一个导演啊 他一直在坚持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他到底是在坚持什么 就为了我心目中的这个好 就是希望可以做好一点的坚持 你的好的标准是 也很难说就是 每一方面都希望可以做好一点点 就是比如说一个电影 你的音乐可以好一点啊 比如说特效可以好一点啊 还有这个画面也可以好一点啊 假如是3D也希望可以好一点啊 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好一点点 然后加起来就可能好很多了 有时候就好一点点就是 有时候就是 会有人问这个 就是你那么坚持 就那么一点点东西 有这个需要吗 但是 我觉得还是有需要的 因为好一点点 就是好一点点啊 自己想想坚持挺难 因为前段时间人家说 王石老师爬山上 有的人喜欢穿越沙漠 有的人喜欢爬山 这个去想一些艰难的问题 我觉得我每天在爬山 每天在穿越沙漠 每天很辛苦 心里我想一样 其实要做一个东西 你说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 其实最大的幸福是 你可以不坚持了 所以我觉得时间不多了 可以不坚持了 真的 有的时候 哎呀 想想 自己可能是 几乎每件事情都得坚持一下 而且希望的是 有的时候到 刚开始的是自己坚持 到后来是你要为别人坚持 福布斯杂志 从这样评价马云 深凹的面颊 淘气的露耻笑 这个长相怪异的人 有着拿破仑一般的身材 同时 也有着拿破仑一样的 伟大志向 不过 马云本人 似乎对拿破仑并不感冒 在他多变的梦想中 只有武侠梦 是他不曾改变的 中国人能不看周星驰的电影吗 中国人是 周星驰的电影一定要看 金融的小说一定要读 其他的书读不读 读无所谓 我有两件事我觉得星驰的想象力特别大 对 第一个就是他演那个功夫这个电影 我看了三遍 哎呀真不错 我想就是我老是想自己有这样的功夫 呱一声把一个人扔得很远 然后 打刚刚才几脚每个人才能扁的话 哎呀这个跟我想象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要拍电影 也就是打成这个 就希望打成这个样子 功夫里面 我最喜欢那个角色 是冯小刚演的那句 还有谁 还有谁 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面一声起 还有谁 有人说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的童话 周星驰用他一步一步的电影 将这个童话一遍一遍的定格在荧幕上 而马云则干脆把武侠搬进了现实 他在阿里巴巴乐坛上的ID是笑傲家族中的风青羊 进入他的公司也宛若进了武侠江湖 会议室叫光明鼎 科研组叫达摩院 每个员工都被要求起一个武侠花名 于是郭靖 乔峰 赵敏们都成了同事 武侠情节已经融入了公司的血液中 我觉得中国两个经典团队 一个是这个刘关张团队 那是千年等一回几乎不太可能 对吧 那一个武功那么高又那么忠诚 就瞎扯 我觉得这是小说里 但是最最现实的团队就是唐僧团队 我觉得唐僧这样的领导 唠唠叨叨能力也没有废话很多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 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领导 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 对 有一个像孙悟空很勤奋 这个错误很多 能力也很强这样的人 每个公司 每个班里面同学都有这样的人 很讨厌 自以为是 但他的能力确实也强 对吧 猪八戒 这样的人 每个单位 每个地方都有 希望懒一点 人还有自己乐观 同时这些人很幽默感 我觉得我也挺喜欢他们 沙和尚 太妙了 别跟我讲瞎理想 实实在在 八小时上班 挑着蛋干活 对吧 所以这四个人 合在一起形成 中国最完美的团队 如果你要有想象力 你要有团队 你要理想 你要执行 首先把自己给忘了 如果你的脑子里面 永远是我 我 你是坚持不久的 所以天马行空的空 如果我理解这个空 就是把自己给忘了 忘我 你得忘了我 你得记住我们 记住别人 这样的话 你才可能有坚持的可能性 你才有可能有团队 你才有可能这个梦想 不是空想 是变成大家的理想 这才有机会 我觉得 这是我在觉得的空 我觉得起中国也好 全球 不管怎么样 企业如果做到一定规模 它没有想象力 没有执行力 没有团队 是做不到的 所以不能因为 一件事情不好 把它给打死掉 也不能因为 做成一件事情很好 把它说得像天花乱坠 其实每个人的经历 都不一样 我想每个人 所付出的代价都 但是如果说 有一件事情成功 你说的 像那个 星爷这么多电影 都拍得那么好 我觉得那是 挺了不起 那真是天马行空 如果有一次的想象力 可以 你如果那么多次 都想出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 很了不起 但是肯定不是 他一个人 肯定是他背后 别人说是我的想象力 创造了阿里巴巴 淘宝 绝不是我 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做到淘宝 做到支付宝办公室 听那些年轻人 讲产品 讲未来的时候 我几乎是听不懂 是真话 因为他们走得 比我远多了 2012年 周星驰把所有的心力 都放在芯片西游上 影片依旧坚守着 周星驰式的 无厘头风格 和他的电影梦想 这部影片的投资方 是华谊兄弟 而马云早在2006年 就入股华谊 开启了自己的电影梦 目前是华谊的 副董事长 正是因为西游 这部影片 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 马云与周星驰 走到了今天的 见识一刻 我刚开始 这个见王中军的时候 我是没想过 自己会投资电影 见了王中军 我觉得哎呀 这小伙子太小了 做企业 我自己觉得我也不行 他们比我更不行 但是在就这么几年 我看着他们 两兄弟的努力 团队啊 战略啊 一点一地的起来 其实中国电影 这几年 五六年的发展 这中间也有 胡数的梦想坚持 我记得 中军跟我谈 投资的时候 他让我这个 投资电影 我让他去去去去去 但是他找了我几次 这也是一种 执着和梦想 中军至少找过 五六次 有一天刚好 两人开会 他坐在我边上 没法讨了 然后那个会的 讲话人 又讲得特别烦 然后他就边上 跟我讲 去看看嘛 我们这投资很好 那我说这样 你到底是要演做一个 这个赚钱的行业 还是希望中国也诞生 一个像华南兄弟 这样的电影 但是马云 我想做一个华南兄弟 这样的电影公司 那我说 那会后我们谈谈 2012年 太久的横空出世 让同期影片 黯然神伤 在遭遇了 1942上映首日 及股票跌停的尴尬后 西游 成为华谊兄弟 特碎档的旧价之派 这部周星驰 构架了四年之久的 梦想巨制 能否让梦想照进现实 为华谊的票房 力挽狂澜 还未可知 但是 在马云看来 梦想远比财富 更值得尊重 我自己对票房是真不关心 因为 信也 您这个电影 我票房关心 华谊兄弟的票房 我不关心 原因很简单 我是真正 按照我们当时 说的这个理想 就是做一个 中国能够 站得在全世界也好 中国站得住脚的一个 华谊兄弟 这样的电影公司 一年的丢失 更不算什么 每年都有胜负 今天他第一 明天他再没有 So what 我经常说 So what 1944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真是不好电影 我们绝不因为难过 对历史难过 而对历史转过头去 所以我觉得 看到这些电影 让你去思考未来 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尽管这部电影 我听说 我听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票房不咋地 没卖钱 我作为华谊兄弟的 副董事长 我生以为傲 这才是电影 电影要表达的 不仅仅是票房 而是电影背后的东西 是我觉得 投资电影 我最大的理想 其实你在面对所有的指责 掌声赞扬委屈的时候 只有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一个人最怕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个事情就是你的梦想 因为这个梦想的坚持 或者理想的坚持 有的时候你就不在乎别人的骂 别人的怎么看 因为你知道这是你要的 假设你没这个东西的时候 别人骂你 你本来就难过 你会更难过 别人表扬你 你会更失去自己 所以你在这方面可能 因为有了梦想 和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 你才最后会坚持下去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我们已经应该是放弃 自己的很多的梦想 应该是帮助别人的梦想成来 所以周星赤才会去支持 其他年轻人去拍电影 当演员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 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最大的乐趣 已经不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是帮那些理想 点点滴滴的起来 这才是我觉得 我们能够坚持的原因 我相信他把无数的 电影人的梦想结合起来 才让周星赤的电影 还会有票房 还会这么受欢迎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说 你为什么你不演电影 当导演 因为当导演 也许能够更点人 更多人的希望 完全同意马总的说话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这是金庸武侠世界中 辖客的最高境界 而现如今的辖客 马云与周星驰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进而开始帮助别人实现梦想 促成年轻人的中国梦 或许这本就是 他们天马行空般的 新梦想 哈喽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 希望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 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老友记越办越红火 自己的家人身体都健健康康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 希望中国的摇滚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希望那些摇滚乐手们 和希望能成为摇滚乐手的兄弟们 能在这样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我的新年愿望呢 是希望在2013年 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用我赚到的钱 给我爸妈买身礼物 最后呢 希望老友记越办越好 多请一些大咖哦 哈喽 祝老友记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在2013年里 也希望自己的愿望 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 老友记巅峰对决 希望节目越办越好 这个就是新年愿望 这个年终奖啊 要多多一赞 这是最期待的 老友记的各位粉丝大家好 自从老友记第一季开播以来 每到周三都会很期待 希望2013年老友记 能够请到更多的大咖大伴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对于我个人来说 希望2013年我的家人 能够身体健康 而且我能够去欧洲去旅行 为了我们各自的梦想 大家一起加油吧 OK 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的新年愿望是可以在一国他乡跨年 希望老友记我每期不辣的都看 希望我高速不要挂 我喜欢的人 心里开始 我的新年愿望是身体健康 当然全家都要身体健康咯 其次就是要开开心心 过好每一天 心里一年 希望老友记越来越犀利 希望亲朋好友 事事事心 事业有成 大家好 我的新年愿望是把我的长城换成宝马 大家好 我的新年愿望是祝我的宝宝 悠悠 身体健康 全家人身体健康 我的老婆 身体健康 工作一块 万事如意 我的作用就是他们俩名字中间那程号 因为我听到了公司的人跟我说这个 说导演有一个想法 想跟这个马云有一个见面 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话 说大家都觉得这事是一个办不到的事 问我能不能去努力地办一下 因为我跟周导演已经认识非常多年了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我以为他可能就是开玩笑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是喜欢马云 还是假的喜欢马云 因为他们两个我都是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 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两个互相是一种 这种暗恋的情愫在 然后我发现我的团队的人 就不断在给我发短信说 王总这事怎么样 你有没有给马云打电话 然后有没有 哎 我说这是个真事 到这一刻才发现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给马云打电话 然后月时间 然后很巧合的他们两个都在2013年1月4号有时间 马总你喜欢你演员是谁呀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这个问题真的我很想我都就是一直从小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到现在 我都不敢现在有你们问真事是他们是学生想知道真的不是我马爷不是我不是我 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真的说心里话我是真的没有这个答案 但我让我想想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好吗 我稍微的想一想 傻了 徐帆啊 我是觉得这毫无疑问大地震我都挺喜欢他的眼 马云先生说男人的长相往往和才华成反比 那么请问 你觉得周星驰先生是长相出众多一点还是才华出众多一点 你自己是说你长相怎么样 我都说过很多遍了 怎么说 帅哥 一般来讲说自己是帅哥的男的我转身就走 这个男人 哎呀 男人是千万不能说自己帅的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你是大帅哥 我 我 我 你讲真话呢 我习惯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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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